贾老师 讲故事节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贾老师 今天的节目我要讲讲王阳明的故事提升了节 《子里路灵》 明正得年 王阳明生年变成节目 生路灵之元 一个路灵元就是毛节的江西山建元 是欧阳修文天家的家乡 王阳明自三百年 生路灵当路灵 开户办公的代言 愿我门里用尽了三千个群众 打过真正这个举止 请求信任自由革命夫妻 王阳明明的其中的这个人 达自了解了路灵的夫妻状况 路灵日三千元 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教官的难过 见几年 当地的政策塔根 为了路灵上教击步生 而本地本来出现击步 老百姓因此原生制造 王阳明认为 这个路灵可能为这次民变 给当政策宣布 从今年开始 取消击步生 已经个签证 而一个民主 老百姓听之 连连可称 青天独老呀 青天独老呀 所以 政策塔根 尽然 还不接着 王阳明甚至面试个行为 为了生日了解击元各自的情况 王阳明上任了个得过 到几年各地去击日 一般资源策宣布 开到个字 说几未必吧 而王阳明策宣布 把资格的下个字 就同民间 圆明之沟 经过几日 王阳明发言 路灵个民风之正破 已表现 老百姓之间 稍微有点小纠纷 就要到圆明告状 虽然有些人光 但官司能够加决一些矛盾 但当官司毕竟老门上日 有着为了调节作为奉起 于是 王阳明发布了一道个字 要着 老百姓失踪 规定 每日总大议件 不能当官司 并且 每人资账 不能超过量 没有不能超过生日的日 又违反给人与中文 高日发出的 老百姓疑冷纷纷 但王阳明尽日为热的 为了规定的因子 同日 即因着明昭资年 资年长订了这个规矩 甚至宣评立正选了 要给他做得个生命令 交货群众一风一热为人去奥 各个的 老百姓 还慢慢地气味到 王阳明的一片苦心 一段有年来设施 事实上 王阳明的陆连久等了七个月 他说发布了一道个高日 但陆连明风为止一变 老百姓至今为了送业给个公节 观众朋友 知名王阳明的故事先讲得得 而来后期节目讲第17节 有后师们 家家各位